和匈奴肉汁壹樣,烏孫也是西域的游牧民族 烏孫的國王被稱為昆末或者是昆迷 公元前二世紀初的時候 烏孫就在河西走廊西部張耶到敦煌齊連間游牧 那個時候,烏孫和匈奴壹樣都還比較弱小 常常都會受到草原強國肉汁的壓迫 大概在公元前205年到公元前202年間 草原上盛起的匈奴在莫毒禪雲的率領下開始大舉起兵 肉汁與匈奴對仗打不過,開始放棄河西走廊向西遷襲 而他們西遷的路上踏入烏孫的境內 雖然肉汁敵不過匈奴,但是打打烏孫還是很容易的 烏孫當時的昆末南斗米被殺害 國土也被肉汁人佔領了 南斗米的兒子烈焦明那個時候還是壹個嬰兒 被烏孫的壹個遺臣抱著跑了出來 傳說他們在跑路的途中,宜辰出去找吃到 將烈焦明藏在了草裏 回來的時候竟然看見飢餓的烈焦明拼命的損失著野狼的乳汁 不壹會又看到壹隻烏鴉口咸壹塊肉在烈焦明的旁邊飛 宜辰認為這是神在保佑烈焦明 於是就帶他投奔了匈奴的莫毒禪餘 莫毒喜歡這個得到神靈眷顧的烏孫王子,就收留了他 烈焦明長大成人之後 當時的匈奴君臣殘餘將收留的烏孫殘部全部交給他統領 不久之後在匈奴的協助下 捲土重來的烈焦明率領烏孫大軍舉足進攻伊利河谷一帶的肉之人 經過了三十多年的征戰 烈焦明征服了金山到天山一帶的大片土地,定居在了這裏 再也沒有回到河西走廊 也藉此徹底擺脫了匈奴的控制 烏孫成為同時期僅次於西漢和匈奴的強國 公元前119年的時候 漢朝的使節張謙通使烏孫 希望烏孫能夠返回敦煌與齊連監的故地 那麼漢朝為什麽要聯繫烏孫呢 還不是因為那個時候大漢與匈奴敵隊 西域很多的大國小國幾乎都在匈奴的控制下 只有烏孫較為強大而且保持中立 漢武帝就希望能夠聯合烏孫來合擊匈奴 但是當時的烏焦明由於並不了解漢城的實力 而且烏孫的內部分裂 所以並沒有投靠漢朝 隨後烏焦明派了一些使節護送張謙歸漢 這樣反而讓來到西漢的使節看到了大漢的強盛 他們回國之後報告了烏焦明 從此烏孫開始對漢朝日益重視起來 而匈奴這邊知道了烏孫與漢朝建立聯繫之後就坐不住了 企圖要攻打烏孫國 烏焦明為了尋求支援 他了解到西漢當時正積極與西域的各國建交 所以就提出了與漢朝聯姻 漢武帝巴不得交這個朋友 於是將江都王留建的女兒劉夕君嫁給了烏焦明 成為了烏焦明的幼夫人 江都公主劉夕君就此成為歷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和親公主 烏焦明與漢和親這件事立即就引起了匈奴的不滿 狡猴的匈奴也馬上向烏孫求親 烏焦明沒有辦法 匈奴也是惹不起的呀 於是只能再娶了匈奴的一位公主 並且以匈奴公主為左夫人 烏孫人是以左為貴的 所以說相比於西漢烏焦明當時還是更怕匈奴人 沒過幾年烏焦明就去世了 根據烏孫的習俗 劉夕君改嫁給了新的國王烏焦明的孫子君虛明 不過劉夕君二十歲左右的時候就病死了 漢武帝為了鞏固女烏孫的聯盟 又再嫁了一名解憂公主給君虛明 君虛明死後 新國王是君虛明的堂弟溫瑰明 同樣解憂公主改嫁給了溫瑰明 在溫瑰明的一生事業當中 解憂公主給她帶來了不小的幫助和影響 她們有過五個子女 在政治上溫瑰明不再中立 不再在匈奴與漢朝之間搖擺不定 而是堅定的與漢朝交好 而這樣的情形當然不是匈奴願意看到的 所以匈奴多次出軍攻打烏孫 解憂公主向漢朝求救 漢朝出兵聯合烏孫和匈奴打了一架 聯軍大勝 這一仗使匈奴在西域的元氣大傷 烏孫國也奠定了當時草原強國的地位 然而好景不長 與漢朝交好的溫瑰明突然病逝 激略的是前國王軍居民與一位匈奴公主生的兒子妮妮 按照傳統解憂公主又改嫁給了妮妮 妮妮性格狂暴號稱狂王 因為她媽媽是匈奴人 所以她自然對解憂公主和漢朝耿耿於懷 後來寧密與解憂公主各率人馬分為了兩派 不久之後 寧密的堂弟烏舊徒叛變 起兵殺死了寧明自立為王 這時候漢朝派兵討伐烏舊徒 正當兩軍對峙的時候 當年與解憂公主一同出賽的一位侍女馮遼 後來也嫁給了烏孫王室 她利用丈夫與烏舊徒交好的關係 說服了烏舊徒祥漢 最後漢朝側奉了溫瑰妮和解憂公主的兒子元桂妮為大崑妮 烏舊徒為小崑妮 烏孫從此被一分為二奔疆而至 公元五世紀初的時候 柔然興起入侵烏孫 大小崑妮為了躲避戰亂 被迫遷入聰林天山一帶 但是最終還是難逃厄運 不久後被柔然滅亡 好了 今天的視頻先說到這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歡迎訂閱 下次見